看这个纸盒藏尸近期翻转 因为新闻TVB的重新报道 大家又重新探索一宗奇案 过往这几年不同的奇案频道都详细翻拍了 但现在再次搬上大银幕 由正义回狼班底开拍 而其中吕雀安5月时已传出拍一部新电影 但当时未有人猜到是什么 只是会演出很多内心戏和横跨不同年代 但现在一对应应应该是他 而且他在自己的社交和剧照似乎流出了长头发 大家纷纷相当期待 而且最近去一个夜店 有些独家的照片 今天我不分享了 有媒体拍到长头发 用帽子遮着 很大机会他会演少年版的欧阳炳强 因为当时27岁 而这部电影是最经典的任达华业童 1993年 《紫黑床丝之公审》 现在挺有趣的 他用长头发去演 当时的电影是任达华演的 他演惯变态 另一种超变态是黄秋新演 这些正常变态 变态又要刑的 就找任达华做的 而这个有保证的 因为正义回郎的班底 雍子光是金像导演 踏血尋梅 他导演员如何发挥的潜能 是很出色的 因为当年的踏血尋梅 他首先捧起郭富城 让他取得影帝 然后整套电影 男主女主男配女配 全部取得 还掃的 和新演员全部取得 新演员当时是白子取得 我忘记了 白子是取得配角或新演员 女主角是春夏 即是他是Casting卡到回来 直接掃倒其他女主角 还有金燕灵 没有记错 应该是金燕灵 这个突然爆肚 那个资料 大家稍后文字再补充 我只是想说 他导演演戏的能力很强 导演导演 即是如何导演 所以他着屎 就很开心 因为他的偶像再次 有一些挺好发挥的电影 之前也看到他不错 但仅限于 演一些近似自己的性格 即是精灵 滑头一点 但现在他要演一个 有点难度的 就是70年代的人 怎样说话 等等 都是要期待 另外就是 编剧谭广元 会担任导演 翁子光 会做监制 而张坚庭也确认会出演 挺期待 另外 狂飘的一个男主角 内地 就是张仲文 也会演 但他究竟会是演什么 有人说他也是演欧阳炳强 可能演出狱的欧阳炳强 因为老一点 有没有人找 吕卓安演出狱后的欧阳炳强 50多岁 找个真的50多岁的演 Edan说 有不少内心戏和很大挑战 经历回复确认证实参演这部电影 期待和翁子光的合作 究竟是演什么 是否仅仅是演少年版 炳强 可能也是大机会 刚才说 张仲文 到6月 已经来香港拍戏 行中也暴露了 有传也是演欧阳炳强 另外很详细 和大家找了很多资料 而欧阳炳强的妻子 第二可能是中雪仍然 大家最近看TVB的纸盒藏尸 都好像有点似的 找中雪仍然 填词L的主角 原本是叶童 任达华那一套是叶童 英是冰演 当时是16岁 便玉英 但又是看回会是记得的 看看他们怎样说话 不担心的两个都演到 不错的 其实 网民都认为 找兵演叶玉英 也不错的 另外 湯家华的角色是哪个演 因为他是初审的律师 那时候也几十年前 就说会找赵善恒 另外胡鸿烈由张坚庭飾演 这也是大家期待的 张坚庭会飾演胡鸿烈 也是迟的 这个Casting已经相当有保证了 而张坚庭早前也是透露 自己会在片中 飾演一个重要角色 很大机会是演胡鸿烈 在6月的时候分享了 另外有主控官 苏玉华做回 因为正义里面 都是苏玉华做律师 所以大家就觉得 真正 苏玉华好戏 我们曾经那年 金像仗帐他黑马 最后也不行 但今年行不行 另外同样又是 演出近次的角色 八日的余香营 这次应该是会演记者 这些人名也是在网上尽能力找的 所以最终是否他们也有待确刑 大家戴头盔 但是Casting挺满意的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角色 当时是余慕莲飾演的 这里找逢素波 好像很完美的 那些契合度 相当期待 因为当时 其实欧阳炳强是任答华 演的 妻子是叶童 便玉英是郑丽丽丽丽严 都忘记了谁 便户律师 这些秦配 应该当是胡鸿烈的位置 记者是关永河的 主控官说 厉害 他师傅 罗冠难 哈哈哈 罗冠难 厉害 清洁公 当时是玉慕莲 电视也是翻拍过 伤私奇案 伤就是合伤的伤 廖伟雄 伤天鹅演 也是30年前的 没有了 还有一个 还未知 大家猜 因为 和Edan神似到不得了 就是中老板 吕仲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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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不会演中老呢 中年的炳强 即是 年轻 年轻的杀人 Edan演 27岁 进去 因为他期间 去到94年 那些时候又做过访问 又英文做访问 那些中期 会不会是 吕仲妍 再上边 刚才说 有个 张仲文 内地演员 因为这些都是合拍片 雍子光这几年 都是上去找真银 这个就是演出狱 最终 他会不会有些大扭转 会不会给我们一些 猜迷的东西 或者给我们一些答案 大家都是在看一些 奇案频道 如何去止咳 挺有趣的 老中青 老中青 Edan 如果真的挺正的 吕仲妍 也挺像的 中老板Edan 张仲文就演那个 这个就是这样 指合藏私之公审 当时是三级片 就是那些空残的东西 现在就看Adan 最终会如何 那时候犯案27岁 所以Adan应该挑战 年轻的欧阳炳强 要饰演 着死期待 但这一套也期待 不过是正在拍的了 是正在拍的了 看下什么时候上 今年上不上到 今年上到就可能都年尾了 看大家怎么看 最近翻蜜翻 因为始终太多新闻 大家都未必可以记得 每一件事 有些重新出现 大家是仍然很关注 只是淡出了 譬如这一单 大家讨论得很热烈 因为里面也有很多疑点 有人认为是不划 是被冤枉的 也有人觉得炳强是证据确作 所以讨论也是很大空间 看看大家有怎么看 还有你会不会期待这一套 厉害 这个2024年或25年版本的 纸盒藏丝 在现在先进的科技下 又会拍到什么 换言一身的感觉 因为对上已经是93年的 又重新翻蜜 期待他拍得好 我对翁子光有信心 他导演员是导得不错 尤其是这些 要很多耐心、气、刻、滑 绝对他有这些功力 看看Edan被导完之后 发挥是怎样的 以及整部电影 最后的最后是怎样完结 也挺期待的 还有中间会不会有 暗藏一些玄机 让大家猜猜 去大家无限空间的联想 也是一个期待的 今集先来到这里 有什么想法呢 下面留言 记得按订阅